大家好,我是王勤光医师 今天在这里要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睡眠呼吸中止症的自然疗法专辑 这个专辑分为下面几个小专辑 第一就是原因跟自然疗法总论 第二就是并发症跟脊转 第三就是断糖生通饮食疗法 第四就是用氢气来排酸跟排自由基 第五就是用深层核心冷光热疗排毒法 我们这一集是讲断糖生通饮食疗法 断糖生通饮食最主要目的就是要减少酸的产生 以及增加酸的排泄 严格来讲其实睡眠呼吸中止症 它就是一种饮食不正常的一个毛病 尤其是碳水化合物淀粉水果吃太多 引起葡萄糖果糖的这个中毒 所以说既然原因是这样 那么你就是要由原因去找手 就是要调整你的碳水化合物淀粉油脂的色系量 要吃的好油而不是去看人体 没有细胞喜欢它的 就是你去那个便利商店买的这个风年果糖 或者是一般饮料里面添加的这个甜味剂 绝大部分是以果糖为主 为什么非加果糖不可能 因为果糖很便宜嘛 当然你以一个人去买来讲你不觉得贵 可是一个饮料店 饮料工厂 如果他改用其他比较贵的糖 很可能就是一个月多增加几十几百万的这个开销 用果糖比较省钱嘛 可是果糖虽然省钱 可是我们人体并没有人没有细胞喜欢它 包括脑细胞在里面 那么你看它是一二三四五五个角的 那么葡萄糖还好 它是一二三四五六 它六碳糖六个角的 那么果糖没有人喜欢它 那么蔗糖也是一样 蔗糖的话它有一半是果糖 一半是葡萄糖 所以蔗糖吃多也不好 那么水果呢 也是含很多果糖 少量吃无所谓 大量吃是非常的不好的 这个脑细胞 它没有办法代谢这个 没有办法代谢这个葡萄糖 油脂不够 是一个照这个正直扫描就知道 就可以看到有很多 睡眠后期中止症的患者 是没有办法代谢葡萄糖的 这个是正直扫描 就是这个脑干里面的呼吸中枢 没有办法利用葡萄糖来发电 放出这个讯号 来让我们的肋肌肌 或者是横隔膜 收缩 这个造成中枢型的睡眠呼吸中止症 所以这个就是中枢 中枢睡眠呼吸中止症的一个图像 这个是我们的细胞 我们人脑有1500亿个神经细胞 这个是立腺体 立腺体就是脑神经细胞的内燃剂引擎 那么这个引擎就是需要氧气 空气中氧气21% 到了立腺体里面 就被我们身体的引擎用掉了 然后吐出来的气氧气施占13% 那么我们前面有讲过说 身体不喜欢果糖 不喜欢太大量的淀粉 那么果糖吃进来怎么办呢 所以处理它呢 就是由肝脏嘛 肝脏就把它变成这个脂肪 把它储存起来 不要让它微非作歹 那么过多的这个葡萄糖呢 也是会被肝脏储存起来 变成不是肝糖 肝糖还可以再利用脂肪肝 就是累积在肝里面 那么脂肪肝久了 就会变成肝硬化 这个就是硬化的肝 右边左边是正常的 右边是硬化的 也就是说 这个葡萄糖吃太多 淀粉吃太多 它就会变成油脂储存起来 储存在肝脏 储存在全身造成肥胖 那么你这个蛋白子吃太多 蛋白子大概将近有一半 也是会变成葡萄糖 所以葡萄糖是不能够吃太多的 那么我们人最好呢 就是能够吃这个好的油脂 我们叫断糖生酮饮食 所谓断糖生酮饮食呢 就是说完全暂时完全不吃淀粉 然后再慢慢做低糖 然后再慢慢做长糖生酮饮食 经过一个阶段这样 也就是说 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的患者 如果在我这里看过以后呢 我一定叫他你马上给我断掉葡萄糖 什么叫做葡萄糖呢 就是叫他早上就吃这个 40cc的这个Omega369的油 调成好像果汁咽很好喝 喝完就不要吃早餐 然后午餐呢 就是去吃所有的蔬菜 甚至包括一点鱼肉啊 如果没有吃素的话都可以吃 菇类啊 这个角白笋啊 各种竹笋啊都不受限 可以吃到饱 那么什么可以不可以吃呢 就是米饭啊 面食啊 水果啊 馒头啊 包子啊 地瓜马铃酥 这些东西暂时不要吃 一旦停止吃这些东西 那么这个睡眠呼吸中止症 就会在很快的时间就会好起来 我们是鼓励一定要吃到油 建议一定要吃到油 油可以分可见油跟不可见油 可见油就是眼睛看得到的油 不可见油呢 就是眼睛看不到的油 好像是鱼肉啊 猪肉啊 坚果里面的油 炒菜的油叫做不可见油 可见油呢 我们是建议一天 最少要吃到差不多是 一公斤体重一cc 就是Omega 369 369一旦吃的平衡 我们身体就会平衡 就不容易发炎了 我们的这个 这个不是药 这个是健康食品 这个是我们常用的这个智力油 它里面是含这个Omega 3跟6 这个南瓜苦彩油 它是含Omega 6跟9 那么我们是建议 一个患者他一天 比方说像我自己来讲 我虽然没有睡眠或吸中止症 可是我一天吃这个20 这个吃60 我一天吃可见油 吃到80cc的可见油 加上不可见油呢 我大概一天油脂的射取量是100cc 100cc会不会过多呢 我们来算一下 我70公斤 我一公斤体重要30大卡 那么我一天大概要2000大卡的热量 那么其中4成要来自脂肪 那么4成是几卡呢 就是128嘛 0.4成2000就是800卡 那么800卡的油脂 要来自多这个热量 要来自多少的油脂呢 就是800要被酒除嘛 因为一公克的油会产生9卡的热量 所以是90公克的油 那么我一天喝 吃到100cc的可见油 加不可见油 会产生900大卡的热量 那么900大卡的热量 占一天总热量来源的多少呢 就是占45% 所以我本身的饮食 大家可能觉得我疯了 我怎么一天吃那么多油 尤其是没有疯 我是听妈妈的话 因为我小时候 或者你小时候 你10个月大的时候 你妈妈给你的母乳呢 油脂就是占47%嘛 这个就是我们维持健康的一个不饿法门 就是要按照你妈妈 告诉你的油脂要吃多少来吃 今天你会生病都是你乱吃嘛 没有按照你没有听妈妈的话 所以我们人 不能够只是烧脂肪 不能够只是烧葡萄糖 那么一定要有一部分 40%是烧这个酮体 就是脂肪会变成酮嘛 酮燃烧 不能只是生糖 一定要剩一部分酮 人才会健康 我们做这个长糖生酮饮食的目的呢 就是要把葡萄糖跟脂肪酸的比例合理化 然后减少细胞内酸的这个生成 因为如果你吃太大量的葡萄糖 淀粉吃太多的话 这个淀粉汤水化合物变成葡萄糖 一个分子的葡萄糖呢 C6H12O6 它会变成38个ATP 可是同时生成6个二氧化碳 38倍6除呢 就是6.33 可是如果你烧一部分的脂肪酸 或者是完全断糖的话 你的燃烧效率比较好 比方说以这个16个碳的这个中理酸来看 16个碳的中理酸可以产生129个ATP 加上16个二氧化碳 129倍16除呢 就是8.06 所以你烧脂肪酸的这个效率比 烧葡萄糖好 27% 将近三分之一了 所以你会产生比较少的酸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生酮饮食 对于这个脑细胞 这个缺氧 睡眠呼吸中止症 治疗的一个有效的一个最大的原因 所以我们要讲的就是说 不是治标而已 现在的西医 甚至一些传统的中医 也就是治标而已 我们要治本 我们做的是中道自然学 就是不要让你身体里面产生太多的酸 也没有用什么高深的理论 就是要听妈妈的话 你的油脂要吃到够 不要吃太多的碳水化合物 这个就是我们的一个中脂 这样 还有吃油 还有什么作用呢 就是要维持细胞正常的振动跟排泄 我们这个细胞膜 尤其是神经的细胞膜 这个细胞膜它是两层 两层的油脂做的 大家看这个细胞膜 这个是里面 上面是外面 这个细胞膜 它不是死的 它会动的 它随时随刻都在振动 那我们器官器官跟之间 细胞细胞之间 都是用振动来互相传递的 每一个细胞都有它不同的这个频率 这个是我们的这个胃肠道 我们胃肠道呢 由这个嘴巴到肛门有三层楼高 那么这个三层楼高的这个表面呢 它都是油脂 一个很薄的双层的这个油脂构成的 比这个你平常用的塑胶袋还薄 这个非常薄 几乎半透明状态 那么这两层的 这个组成就是脂肪酸 脂肪酸呢 我们讲被动应输 所谓被动应输 就是这里 这个肠胃道里面浓度比较高的 如果你细胞膜是好的 它有一些好的营养 它就自动会渗透过来 吸收到好的营养分 所以你这个脂肪酸一定要够 不可以有破洞 有破洞一些坏东西就会跑进来了 这个我们叫做被动应输 被动应输 那另外还有一种主动应输 主动应输就是说 一些不好的东西把它丢掉 好的东西把它吸收进来 这样 这个就是我们身体细胞膜的一种 正常的机制 如果你这个油脂吃不够 你这个细胞膜硬的 没有办法震动 当然就是会很糟糕 这个就是被动主动应输 就是一些不好的东西要把它排掉 好酸啊 自有机啊 要把它排掉 排到细胞外面去 这样 所以我们只要能够吃到好的油脂 我们的这个主动应输 跟被动应输功能是正常的 不然你这个脑神经中枢的 这个 这个 呼吸中枢也故障了嘛 就好像你电脑的这个电精品故障了 又不能换了 对不对 那当然就会出问题了 所以就是说 我们人 这个一个示意图 这个是 肠肉肺肉脑肉 这个肉是不行的 营养进不来 坏的东西会跑进来 我们一定要让它恢复成这样 就是正常的情况 不能有肠肉肺肉脑肉 所以 我们对于这个 门诊的患者 断 我们都是建议他 你一定要先吃断糖饮食 忍痛一点 糖虽然很好 不吃很难过 可是为了你的生命 为了你不要有产生很多这个后遗症 你断糖 暂时性的断糖是必要的 然后慢慢慢慢再转这个低糖 然后以后再长糖 就是说 你不必一辈子都不用吃米饭 面食 地瓜 马铃薯 都可以吃了 以后你好了以后 你慢慢再吃这样 那么就可以变成长糖生通饮食 就是淀粉不能够吃太多 讲虽然是这样讲 这个可能是给这个 第一次听到的一个鼓励 事实上绝大部分的人 当他们吃了断糖生通饮食以后 你叫他再去吃糖 吃淀粉 他会很难过的 所以我们这个就是给初学者一个鼓励而已 所以说我们人呢 如果你要身体健康呢 你就是要按照母乳的脂肪酸比例来吃油 按照母乳乳糖的比例来吃碳水化合物 按照母乳脂肪酸的比 氨基酸的比例来吃蛋白质 大家可以上网搜寻 这个三个也是我的一个视频 你上YouTube搜寻这个字眼 就可以看到我讲的这个视频 如果你想要了解睡眠呼吸中止症 应该要把这个看完会比较好 本集呢就讲到这里为止 大家可以看下面这几个专辑 跟睡眠呼吸中止有关的 把它看完呢 你才能够完整的这个了解